春日里北端卢曼潭在8月20号仪式被人蓄意破坏 把原来满水位的情况利用工具把水匣们全部开启 造成潭水见底 立刻通报了农田水利出花莲管理出玉璃水利工作站 还有县警察局玉璃分局春日派出所 而里长表示说如果要满水位 可能必须要半年的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功能 因此呼吁不要蓄意破坏生态和景观 而重要的是卢曼潭这段期间将无法发挥 它主要调节下游农田灌溉用水功能 被青山绿水包围的卢曼潭是玉璃圈日部落私房景点 每年也会有农州队在这里训练 不过就在上周部落族人发现卢曼潭的水位降低甚至是见底 里长陈青年一到现场看到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潭水见底 不是破坏可能是农民要水 因为这个卢曼潭是我们调节用的灌溉用水 他们可能要用水就可能把甲门打开 但是甲门钥匙只有小组长才有 后来水利工作站问他两个小组长 他说他没有开这个甲门 所以这个就不晓得是 所以我请我们派手来协助 里长立刻通报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玉璃水利工作站 以及玉璃分局春日派出所 里长表示如果要满水位 可能需要半年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功能 我们他的进水口是林雅溪 林雅溪他现在目前也是枯水期 所以现在目前可能最快三个月 最慢可能要半年的时间才会满水位 呼吁不要失意的破坏生态以及景观 但重要的还是卢曼潭这一段时间 将无法发挥他主要的调节下游农田灌溉用水的功能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 这一段时间这个 好